疫情升温台北市教育局宣布中小学及幼儿园 在寒假期间暂停或是延期校外教学 以及毕业旅行、课业辅导、学艺活动改成线上举行 至于为了参赛的训练 同时段以20人为上线 所有的师生都必须停高防疫的等级 随着疫情逐渐升温 台北市教育局宣布中小学及幼儿园 在寒假期间暂停或延后校外教学 毕业典礼及服务学习等活动 包含课业辅导、补救教学等 需改成线上或延后办理 如果家长有照顾或托育孩子的需求 可以申请课后照顾班 但防疫等级要提高 至于技职、运动或表演艺术类的选手 为了参加比赛 寒假训练可以持续进行 但老师、教练及防护员必须打满两剂疫苗 前满14天以上 还要有家长同意书 练习过程除了全程口罩 保持2.25平方公尺设胶距离外 吹奏泪乐器无法戴口罩则必须用隔板 各时段的练习希望以20人为上限 教育局表示 寒假期间还有一些体育活动赛事 原则上2月28日前都暂缓办理 3月再试疫情情况 做滚动式修正 记者游湘亭台北采访报道 寒假停课不停学 台北市教育局规划一系列 台北库克云线上教学 包含亲子一起做年菜 科学影片观赏 以及阅读经典文学等 13门的精彩课程 参与线上课程还能参加抽奖 让学生在家轻松的学习 兼顾防疫又能充实生活 那我们接下来会为大家进行示范的动作 开平餐饮学校师生示范年菜料理 台北库克云推出寒假一系列线上教材 包含佛跳墙和意大利面 都有专人指导 除了学做年菜佳肴 还有口语表达老师 带大家阅读经典文学 另外高中科学老师 也有AR体验课程 学习用AR科技标示食物热量 更特别的是 今年台北库克云教育平台 也首次和学习吧 数位学习平台合作 将国小三年级的自然 艺术及音乐三个科目的双语教材 再转化制作成线上影音数位学习系统的形态 让亲师生都能透过动画影片 学习及时回馈 数位自学读本 人工智慧朗读语音辨识等设计 扩大双语学习效能 为了鼓励学生参与学习 寒假期间只要上库克云线上教室 完成任务一就有抽奖机会 任务二的课程除了可以抽奖 还可以取得台北市交易局数位认证书 希望学生多加利用充实寒假生活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春节脚步接近人力银行调查也发现 受到疫情的影响 许多上班族担心手头吃紧 有高达九成八的劳工 想利用过年期间来赚外快 比例创下金融海啸以来的新高 而包括短期的打工 外包接案与网拍的经营 都是热门的工作选项 新春倒数计时 上班族手头紧 加上连续两年疫情到现在还没退散 在荷包普遍缩水之下 专家估计 今年大约有898万人 有意愿在春节期间上工 其中有五成三已经开始摩拳擦掌 将近半数想兼两份以上的工作 除夕到这个元宵节期间 想要这个兼差打工上班族的比例 是创下14年以来的一个新高 预期这段期间 希望能够赚进大概1.5万元左右的 这个外快 那险进去说其实上班族已经对这个公司 可能要加薪这件事情感到绝望 然后再加上在年关之前 可能开销是会比较大一点 统计也发现 有四成企业在虎年春节期间 有兼职人员的雇用需求 包括大卖场销售员 观光景点服务员 年后大街销售人员 以及游乐园服务人员等等 是民众最热门的转外快选项 一方面可能也是担心可能会接下来 被这个裁员或者是减薪 那当然我们要提醒最重要的劳动权益 也就是说不管是正职员工或实行员工 如果这个雇主要求这个除夕到大年初三来这个上工的话呢 记得都要照这个法规的规定 绝家提醒雇主 包括实行制员工 若在农历除夕到大年初三的国定假日 要求员工上班 雇主应加倍发工资 另外资方不能避向主张 以加发红包的方式取代薪资 保障劳动权益 记者顾参永台北采访报导 林古塔诈骗又有新的手法 有诈骗集团缓车生机位 可以改运诱骗民众投资 在鼓吹他们加购一系列的殡杖产品 还找来日籍男子假装买家来取信被害人 经过警方清查 共有三十几位的民众遭到诈骗 损失金额超过七千万元 房间走廊堆满骨灰罐 这些全是不法集团的诈骗工具 另外还有俗称生机位的小罐子 民间传言只要放进指甲头发等就能改运 诈骗集团以此为噱头 诱骗被害人投资 经过清查有三十多人受骗 损失金额超过七千万元 警方调查发现以郭信夫妻为首的诈骗集团 鼓吹被害人投资生机位 再安排日籍男子冒充买方 虽计画素推销架构骨灰坛排位 宝石鉴定书等整套的殡葬产品 如此才会有买方愿意高价收购 等到被害人全都买齐 再以买方反悔为由 必不见面 拈骨塔诈骗手法翻新 警方提醒民众还是要小心提防 否则还没改运赚大钱 自己荷包先大失血 怎么算都得不偿失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2022台北市北投三层旗花海盛大开幕 占地约有1000平方公尺 特殊的山坡地形 以横向纵向及交叉种植草花 呈现多层次的视觉效果 大片的花海宛如台版的富良野 也吸引许多的民众前来赏花拍照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来凑热闹 邀请民众农历春节一起来走春 紫色的薰衣草搭配营业菊 孔雀草五彩十足和四季秋海棠 色彩缤纷宛如画布 这里是北投三层旗花海 占地约1000平方公尺 特殊山坡地形 以横向纵向及交叉种植花草 呈现多层次的视觉效果 这都是你来的 所以我们两个都共同在这里 跑到这里了 这个山材现在你把它葬得很漂亮 台北市政府打造台北花系列 希望让台北一年四季不同时间 都有花海可以欣赏 而三层旗花海的原始设计 是参考北海道富良野 活动举办三年来 已经成为打卡热点 拿起手机随便拍 人人都能当网美 三个原则 在地化 产业化 国际化 在地化有很多 一定来 你看我们里长来很多 在地的里长带来参与 一个地方的建设 没有在地里的参与 当然做不会成功 但还有一个产业化 我每次说 这版这个化 不是给大家来看 在旁边的商店 生意要变好 所以我们有很多特约商店的做法 国际化就要做就做到top 来做国际的程度 花旗从节日起到3月31日 最佳赏花旗大概落在农历春节前后 公园处欢迎大家来北投走春 赏花泡温泉 体验未出国的小确幸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 国内凤梨释迦品质优良 风味绝佳 目前正值产季 农委会辅导农业以及加工业者 推出加工品的开发 从手摇引到特色糕饼 也期盼国人能把凤梨释迦 当作新年的送礼首选 列体台湾的农民 想要着纯白色泽的手摇引 好事旺旺奶 在新春开年之际 喝上一杯绝对能够透新凉 这是手摇引业者 把国产凤梨释迦 加上鲜乳 所研发出来的全新饮品 用实际行动支持国产水果 好事旺旺来 用我们台东的出入鲜奶 加上打成冰沙 加上我们台东的凤梨释迦 我们喝起来好好喝 因为今天不能适合我们有带来 好看又好喝 国内凤梨释迦品质优良 现在正值产季 除了新鲜现吃之外 农粮署辅导农产以及加工业者 积极投入加工品的开发 除了冰沙手摇引 还有果干脆片 释迦抹茶罐装饮料 啤酒风味气泡饮 特色糕饼以及雪花冰等等 要冲击消费者的味蕾 也会进行产品加工品的一个 销售的一个规划 另外一块是在全省的30家的门市 我们在这次的产品线上 我们会把它一起规划进来 那凤梨释迦是67块3 这个价格也维持得相当好 所以也让我们的农民朋友 他们觉得这样的话 他们至少还有一个公平 一个收得 去年9月开始 中国暂停台湾的释迦莲进口 农委会随即内外销各5000公顿 加工处理3000公顿作为因应 农历春节将近 期盼国人也能选择凤梨释迦作为送礼首选 力挺台湾农民 就算的话 这么报道 坐这边 我们家小朋友 他读的是准公共的幼儿园 这次的补助在家嘛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感觉 代表政府有看到我养家的辛苦 我们 我们 我们养家很辛苦 从8月开始 小朋友上学每个月只要3500 这样省下来的钱就可以拿去 像是神教育基金 对啊 小朋友买游戏机 什么游戏机 没有没有 吸尘器 吸尘器 零到六岁国家一起养 政府为了帮助减轻照顾负担 入住立案机构有补助哦 你已申请了吗 赶快提醒亲友 由入住这些类型立案机构90天以上 并符合纳税状况就可以申请咯 请于110年3月2日之前 减负相关文件及申请书 向机构所在地县市政府申请 更多资讯可上卫生福利部 长照专区查询及下载申请书 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 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车怎么看啊 一看一看哦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拨 化 仪等就对啦 营养化碳终结者 纳克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纳克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春节快到了新庄工友 市场出现大批的人潮前来购买年菜 新美市议长蒋跟黄和多位的市议员 在关切疫情的同时 也呼吁摊商以及市民朋友 一定要落实春节的防疫工作 才能守住民生第一线 此外今年是老虎年 地方的明代也提前祝福大家 平安享呼 快过年了 新庄工友市场也成为大批人潮 前来购买年菜的地方 新北市议长蒋跟黄表示 近日桃园地区爆发疫情以来 他也呼吁摊商以及市民朋友 一定要落实春节防疫工作 才能够守住民生第一线 也叫大家注意一些我们防疫的问题 说得很清楚 然后我们要拜托我们的市民 也要守管 因为现在桃园市的疫情 真的很严重 叫大家口罩要戴好 要群洗手 市民朋友都希望平安健康 过好年 因此多位新北市议员 在关心疫情的同时 不忘要提醒大家 面对防疫措施 千万不能够有所松懈 守护国人健康 永远要摆第一 希望大家能够防护疫情 不要让疫情 来侵扰到我们日常的生活 注意防疫 新的一年我们祈祈 虎年好温 平安 大贪金 来市场的时候 我们希望说大家防疫 那我们要有消毒 要体温 还要戴口罩 让我们有一个安全的 过年的气象 迎接2022年老虎年的到来 地方明代也把这幅春联的吉祥巨制 平安雄厚送给乡亲们 提前祝福新的一年 大家都要平安健康快乐 市长也送了大家一个 一个春联 叫做平安雄厚 大家可以去拿 苦力行大狱 心想事成事事如意 跟贪商拜年 也祝福他们生意兴旺 就像我想写 让你平安 让你快乐 让你大贪金 农历春节期间 地方乡亲应该注意 个人卫生 还有勤洗手 戴好口罩 希望大家共同落实 春节防疫 安心健康快乐过新年 记者黄又贤 新中报导 就要过年了 再加上疫情期间 汐止区公所 进行第一届的 街友清查 汐止区长 陈建民与汐止绅士协会 戴着口罩泡面等物资 关怀街友 除了提醒 配合防疫要佩戴口罩之外 也了解他们平时的状况 而街友也感谢 公所的用行 过年就快到了 汐止区长及汐止 绅士协会一行人 20号下午是戴着口罩 泡面等物资 关怀汐止区的街友 首先这一站是来到 汐止火车站 里头街友人数不少 除了广场也进到站内 因为几个逃生梯间 都有街友 长期住在里头 只见一打开门 楼梯间都是他们的家当 棉被衣服等等 站长号汐止区长也提醒 在这里不能用火 另外这几天天气冷也提醒要注意保暖 市政府公所 还有我们绅士协会 一起来关心你 有泡面暖暖包口罩 即将过年 我们今天就是新北市政府 我们汐止区公所 还有汐止我们绅士协会 我们一起来关怀 我们汐止区的游民 那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泡面 满满包口罩相关的物质 那希望他们在这段时间 能够好好的过一个年 现在就是天气比较寒冷 我们要出来关怀一些 这些游民 说实在来 他们也是需要我们来关怀 这样大家发挥这个爱心 照顾他们 他们过来关心 你们要注意什么 汗流来了 要保暖 街友清查疫情期间 先为街友们量体温 区长及汐止声师协会 接着也送上口罩及物资 不断的提醒街友们 不管走到哪里 都要记得戴口罩 而汐止火车站的街友 好几个有些会在安全梯的楼梯间 当天访识 如果遇到街友不在的 公司也将物资留下 那在汐止火车站这边的游民 我也很感谢 那个汐止火车站这边站长 跟他们同仁的协助 那也都有做一些安置 那我们这次出来 我们也是帮游民两个体温 因为在目前 还是有一些疫情的情况之下 我们希望说游民的身体健康 状况能够维持 过年前街友清查 除了送物资 也针对街友状况做记录 掌握情况及分布情形 作为日后协助的参考 这程慧玲西纸采访报道 新北市三重区 持有公元年久失修 在持有里长蔡青山 以及五福里长里福山的 积极争取之下 获得新北市议员 陈启能的建议款380万元的 溢住 让三重区公所能够顺利完成改建 提供附近的里民更优质的 休息环境 社区排五班学员 扭腰百屯 大献武艺 为持有公元更新改造 启用典礼 揭开序幕 三重区持有公元年久失修 在持有里长蔡青山 及五福里长里福山的 积极争取下 获得新北市议员 陈启能建议款380万元的 溢住 让三重区公所能够顺利完成改建 提供附近里民 更优质的休息环境 配合了两位里长的建议案 与公所与警官处 共同讨论结果 那总共经费 付了差不多将近400万 的一些经费预算 动用到一言建议款项来支付 所以今天有这成果 我相信两位里长也有很多 我们两个里别的市民 也都非常的高兴 三重区公所从109年开始 分两阶段进行公园全面大改造 第一阶段更新旧铺面 规划人形动线 完成了提供民众运动的多元广场 成人体建区 111年则刚完成第二阶段改造 在儿童游戏区 新设流线型溜滑梯 及彩色无缝地墊 提供孩子游气的新选择 我们这次翻新的项目跟内容 也有包括我们的排舞广场 还有我们也把汇气的这个凉亭 跟篮球场拆掉之后 我们改设一个大草坪 此外呢我们也增设了这个八组的 成人这个体建设施 以及这个小朋友们最爱的这个溜滑梯 虽然持有公园改造过程中 因验收待会量能不足而延宕 但在陈启仁议员 及公所团队的努力下 还是赶在学生放寒假的第一天开幕 陈启仁希望家长多带孩子 到公园游玩 享受亲子同乐的甜蜜时光 记者伦宏采访报导 汐子区长青里长不但茶叶 但相当有名 每天樱花盛开 而里长博的家也成了景点 家里种了二十几年的富士樱 每年都开花 吸引不少人前往欣赏 还有拍照 几乎成了观光景点 而今年樱花开得早 现在浅色的樱花开满 整个枝头真的好美 往五指山上走 沿路的樱花都已经陆续盛开 甚至有些已经整个满开 只见粉色的樱花在绿色边坡上 绽放好吸睛 而转进巷子里 这颗很有日本风式 富士樱 浅粉色的花朵几乎开满 整个枝头真的好美 而这里就是里长陈建新的家 每年花开总是新好多人来欣赏 拍照留念几乎成了观光景点 里长家庭的樱花是每年都开得 比较漂亮 而且会比别人早开 对 所以大家都还会 还蛮喜欢来这边欣赏樱花的 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而且我都带我女儿来拍照 然后门口这边拍照还蛮漂亮的 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欣赏 每年我这里的樱花开 大部分都在春节左右 那今年因为气候变迁的问题 有点提早 那现在正式盛开的时候 今年两个都一起了 那事实上因为品种的问题 有的会一起 那有的会淋淋的开 但原则上外面的樱花 大部分都已经全开了 厂经里长不只茶叶 但出名每年在过年前盛开的 富士荫也小有名气 这株樱花树已经种了二十几年 树干真的很粗 连一旁前几年 种的今年也一起盛开 陆陆续续吸引不少人来 只见整颗富士荫 淡淡浅浅的粉色樱花绽放 真的很美 很有日本风味 因为我这个樱花应当富士荫 前面这一棵已经十几年 后面那一棵差不多五六年 所以说如果说连灌起来的话 包括社区里面也种一些富士荫 因为山上的富士荫 如果同时开 当然游客也比较多一点 来观赏人也会越来越多 比起往年 今年里长博家的富士荫 提早开五指山区 沿线都种了不少的樱花 陆续的盛开中 里长也欢迎大家上山赏樱 就陈慧玲希子采访报道 今年过年廉价长达九天 全家大小出游 该到哪里去玩呢 新北市实定区长李浩荣 也推荐大家到实定宗教的园区走村 除了祈求平安也能求财 而深坑区长黄美华 则是邀请大家到老街吃豆腐 再到邻近的步道走走 享受大自然洗礼 农历春节期间要到哪儿去走村呢 拥有自然美景的深坑和实定 可以说是全家大小都很适合出游的好选择 尤其过年传统就是要到庙宇 求平安求财富 实定区长李浩荣大力的推荐 在实定区的宗教园区里 有许多知名灵验的庙宇 包括了五路财神庙 圣兴宫以及福虎宫等等 欢迎民众来参拜祈求 我们在实定我们有宗教园区 我们有五路财神庙 我们有姑娘庙 有圣兴宫 这些大型庙宇 我们在坛边这边 也有我们的虎爷公庙 还有我们的慈慧堂 都很欢迎大家过年的时候 一起来这边走村拜年 也祈求保平安保智慧保健康 除了到实定医游 临近的深坑也不能错过 老街上的豆腐美食一定要品尝品尝 深坑区长黄美华推荐大家 饱足之后 还可以选择到附近的登山步道走走 享受大自然洗礼 你品尝完美食后 我们来走这条九妈做步道 鱼头和鱼头都有很香的桂花香 旁边还做桂花 这叫做桂竹步道 还有天龙宫 这里也有樱花 还有大麒麟步道 所以我们来享受美食后 再来走一条登山步道走村 农历春节连假长达九天 不想要到市区人景人 最接近大自然的深坑和实定 可以说是绝佳选择 多条步道各有特色 而最后也再次地提醒民众 务必要配合政府的防疫规定 走村之余也要防堵病毒 维护自身健康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哇 宝宝好可爱哦 谢谢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产检 希望我们的宝宝也可以顺利出生 哦 那你知道今年7月1日起 政府推动的扩大产检服务吗 扩大产检服务 对啊 为了妈妈和宝宝健康 产检次数从原本的10次增加到14次 产检项目也增加 认成糖尿病筛检及评写检验 还有两次超音波检查哦 要定期产检哟 菜瓜不操人 没什么都了 阿嬷不好意思 我要救地球 对啊 好 先去救地球 我来救公主啊 结店 结店 清洁家电 女门神店 女门神店 你半时间哦 没办法 广告只有30分钟 阿公确诊了失智症 这是我们感受最低落的一个时刻 很多时候 确认才会让我们更清楚 如何面对未来 善用政府的长照资源 帮助了我的阿公 也帮助了我的家人 输用楼肺一定要随时注意 严修人与火时的严格 建议参用防止锅子温度过高 起火功能的炉气 要参与炉火折断瓦斯装置的炉子 输用楼肺时会记得保持空气的流通 一定要定期检查散楼 不要注意楼子的钱给它保佑 你这个账单一个月至少要自己对一次 银行有规定 我们跟客户之间是不能有金钱上的往来 其实我自己帮别人理财那么久 我知道金钱的诱惑真的很大 这个还你 我都放你那就好了 我信任你的 虽然银行有很多规定很麻烦 但就是要我们为自己的财务负责任 2022新北灯会将在2月4日大年初四盛大灯厂 这次首创以灯会剧场为主题 规划7个灯区和6大类型的演出 邀请17个演出团队轮番上阵 而主灯卧虎藏龙更是长达120米 高8米是相当的壮观 2022新北灯会将于2月4号到2月28号升大举办 首创以灯会剧场为主题 并且连结城光桥和熊侯森乐园 将新北大都会公园打造成大型剧场 开幕点灯的时间为2月4号晚上7点 灯区规划了7大主题 同时有6大类型演出 邀请了17个演出团队轮番上场 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 每一年的灯会都会让民众很期待 在防疫为优先的考量下 会滚动式调整 也呼吁民众要遵守防疫规定 因为现在是在布广 我们要看整个疫情的变化 那目前比现在疫情 只要我们前例所复的话 我相信只要做好人有管控 以及戴上果套十年制 保持适当的距离就可以 不过也要看疫情的变化 今年的新北灯会 邀请了花灯大师陈祖荣老师 打造虎年主灯 卧虎藏龙 虎声长达120米 高度达8米 十分震撼壮观 还结合了街头表演场 另外日本灯组花灯江年华 展现了浓浓东洋风情 感受一秒尾出国的feel 另外主题灯区 搭配了场域故事 营造温馨浪漫的氛围 邀请民众一起来赏灯同乐看好戏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新北市三重区历史悠久 香火鼎盛的鲜色宫 今年特别准备了两款精美的春联 提供民众来索取 除夕当晚11点半将举行开庙门的仪式 并发送福袋以及发财金 另外1月29日的晚上6点半 也将举行花灯开幕仪式 欢迎民众共襄盛举 迎接近虎年 三重仙色宫特别准备两款精美的春联 供民众索取 春联除了吉祥话外 还应有裁员广进 广结善缘 及永保安康等烫金字样 不但讨喜也祝福满满 今年我们特别制作两款非常精美的春联 来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善性大德 欢迎大家到仙色宫来索取 这个春联是我们请书法名教书写的 上面有两个金石专家所刻的印 财源广进 还有一个广结善缘 最重要有一个神龙大帝永保安康 这个是非常讨喜的 贴在家的门口 我想在新的一年 神龙大帝保佑大家 这个心想事情合家平安 今年宪色宫同样依巡网利 将于除夕当晚11点半 举行开庙门仪式 并发送福袋及发财金 另外1月29日晚上6点半 也将举行花灯开幕仪式 欢迎民众共襄盛举 除了除夕晚上11点半 有开庙门仪式以外 我们今年特别在除夕的前两天 就是1月29号晚上6点半 在仙色宫的广场 举办这个花灯的开灯仪式 向我鼎盛的仙色宫 秉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理念 持续办理弱势关怀 及各项公益活动 在新的一年 全体董监事也要祝福大家 平安吉祥 春满乾坤 福满堂 福苦生风 先摄共 专业党党主 在这 拥祝大家 一心的一年 殊世无债 百拙求情 生理幸福 台湾公正 欠胜励 欢迎大家 新家来新社区 驾春看卫典 共议共议 记者伦鸿洪采访报导 十门国小乐林书法班 有一群热爱写书法的学员 随着年节的脚步接近 老师与学员们也开启了 敦青木林的行程 来到金山万里地区农会 摆摊为民众来写春联 发挥自己的所学专长 写下一张张喜气的春联 将新村的喜庆氛围 传递给万金石的民众 十门国小乐林书法班 有一群热爱写书法的学员 随着年节的脚步接近 老师与学员们也开启了 敦青木林行程 来到金山万里地区农会 摆摊为民众写春联 发挥自己的所学专长 写下一张张喜气的春联 提供民众新的一年出就不行 非常开心今天我们十门的 热林学习中心 来我们金山万里地区 做一个迎春正春联的活动 接下来我们还会在十门 24号在十门 也会再进行这个迎春正春联的活动 让这个满满的联位 分享给我们所有的 金山万里十门 万金石地区的好伙伴 也希望这样的好活动 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其实过年前走出教室 敦青木林为民众写春联 已经持续好几个年头 今年在金山地区农会的活动现场 区长与市议员也来到现场 与民同乐 而农会也相当感谢老师及学员们 每年都会来为民服务 让来到农会恰功的民众 拥有更多元的服务内容 过年快到了 每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农会都会主办写春联活动 然后我们透过十门国小 和十门国小 还有我们芳谷山的书法班 透过这个活动 让新年更加续续 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 我们会请我们的志工来协助 然后再融会金山万里 然后透过这个活动 然后写春联 告诉大家 直接到 然后发给 喜欢什么春联的人 发给大家 不仅仅是到金山万里地区服务 下周一24日 也将会回到家乡石门 为石门的乡亲服务写春联 石门国小 勒林书法班的老师与学员 发挥自己所学 写下一字字的祝福 要将年节的喜庆 带给万金时 散去的大家 我金山 我家 技术品和金山采访报道 为了实践在地生根与关怀儿哨的企业精神 系统家具厂商 欧德家具 特别协助林口旧街 乐林社会福利关怀协会 改造儿哨诨课后的照顾据点 公所也感谢爱心企业 送给孩子们这么好的春节礼物 相信这些爱心将是孩子们学习成长过程当中最好的支持 发迹且生根在领口的系统家具厂商 欧德家具 为了实践在地生根与关怀儿哨的企业精神 特别协助领口旧街 乐林社会福利关怀协会 改造儿哨课后照顾据点 最经历一个多月的规划与施工 在寒假前顺利完工 要让据点的孩子有一个安全又温馨的教室 欧德家具集团 陈国都董事长 对于社会企业责任一向非常的重视 尤其他身为领口的土生土长的一个企业 他对于这一块来讲 他更是全心投入 去年的时候呢 在我们乐林关怀协会这边 就领口占天宫呢 成立了一个科后照顾据点 那主要是要服务旧街的 需要被关怀的我们家庭的孩子 欧德家具策略长江应全表示 欧德发迹在领口 长期受到领口相亲的支持 企业体一直秉持领口 在地生根精神 有工作机会 一定要以创造领口在地优先 近来有感于有一个好的环境 可以让孩子的学习更加有效率 所以陆续协助许多学校和图书馆改善阅读环境 那这次由乐林关怀协会 与站三公还有领口区公所联合 在所谓的弱势族群的一个教室 我们更是尽全力的去协助 让这些在学的一些弱势的学子 有一个更好的阅读环境 非常感谢包含一路上陪伴的 包含领口国小家庭国中的校长 跟许许多多在地的一个企业家 一起来共襄盛举 李俊杰科长表示 感谢爱心企业在农历年前 送给孩子们这么好的春节礼物 相信这些爱心将是孩子们 学习成长过程中最好的支持 记者虎宇轩领口采访报道 新北市新店闻山农场 打造了一条樱花步道 沿途种满富士樱 最近樱花已经开了七八成 预计再过一个星期就会全部盛开 而文山农场的园区占地宽广 空气清新 疫情期间不必担心人挤人 因此原方也欢迎民众在农历春节期间 前往上映 凤眼望去一整排的樱花树开得粉粉嫩嫩 置身其中超级浪漫 这里是卫处新店山区的文山农场 前几年农场特别打造了一条樱花步道 沿途种满富士樱 而最近富士樱已经开了七八成 预计再过一个星期时间就会进入盛开期 让民众不用出国 就能感受在日本旅游的氛围 我们文山农场现在盛开的樱花是富士樱 从现在开始到过年这一段期间 是我们富士樱的大爆发 那来到文山农场 这里是一个占地有22公顷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空旷 然后也非常空气非常好 也非常安全 文山农场主任王德培表示 文山农场占地宽广空气清新 虽然最近疫情升温 来到农场绝对不必担心人挤人的问题 加上交通便利 是民众过年走春的好选择 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到这里 不用去外面跟人家塞车 来到这里我们从新店捷运站上来 只要10分钟而已 所以我们这里有非常便利的停车场 还有公车路线都非常方便 文山农场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风情 特别是樱花绽放时节 美丽的景象 总是吸引许多游客造访 同时也是网美拍照的打卡点 此外在过年期间 园区的茶花 炮炸花 卤冰花也会争相报道 迎接游客到来 我们这里农场非常多的偶像剧拍摄 还有电视剧 然后还有一些广告 然后婚纱等等 他们都来这里取景 因为文山农场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 那现在正值樱花盛开 然后我们农场里面 还有卤冰花 炮炸花等等 非常多的花色 可以让游客来欣赏 文山农场会在台北近郊的新屋路上 全部都是户外空间 加上园区完全采用有机栽种 没有污染 是健康出游的好去处 担心疫情 不想到人多地方的民众 可以选择到文山农场哦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新北市新店区新屋路沿线 除了文山农场 包括花园新城社区 驱使公园都是著名的赏银景点 目前花园新城 以及驱使公园的樱花 大约开了两到三成 同样在农历春节期间会盛开 也提醒民众前往赏花时 也要记得遵守防疫规定 接近农历春节 各地樱花陆续绽放 在新屋路上 除了文山农场 包括花园新城社区 驱使公园都是著名的赏银景点 目前花园新城社区的樱花 大概开了三成左右 有许多樱花树还是含苞待放 预估到春节期间将会盛开 不过已经信许多懂得门路的民众 抢先开拍 新店的花园新城社区 每到樱花盛开时节 总会信大批民众相当的热闹 由于樱花就种植在社区入口处 车道两旁 因此也经常有民众拍照 拍到望我阻碍了车辆通行 所以也呼吁大家赏银时 务必要注意安全 另外位在樱花街的驱使公园 才刚刚开始开出粉红花朵 这里大约种植了十多棵樱花树 虽然不多 但是每到满开时后 缤纷娇艳的樱花花海 就会将整个公园点缀的灿烂耀眼 当然也会有不少游客前来取景 因为近来疫情升温 所以也提醒民众 赏银时要戴好口罩 并且遵守防疫规定 拍照不脱口罩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接下来请看生活看板 关心近期重大活动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